TVB从来都不缺貌美的女星,随着一大批当家花旦的离潮,昔日的二线演员终于有了上位的机会,但也有些女星仍被沦为边角料,也不是演技不好,也不是貌不惊人,就是缺了点运气,本期就跟着小编看看这些角色的女星吧。 还记得《大唐双龙传》中那个高贵冷艳的石飞轩吗?她是香港TVB华旦之一的唐宁,是TVB里面的童星演员,曾被称为最美小童星,就是不被重视,总是演配角,最多直演女爱好,相信许多内地观众是通过《大唐双龙传》认识唐宁的,只可惜从石飞轩后,唐宁再无出彩的角色,虽然没有大红大紫,但是感情还是不错的。 她和比自己大13岁的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,11年产下音乐,渐渐淡出娱乐圈。 她是古天乐、李若彤版《神雕侠律》中,聪明可爱的郭湘,生动地养活了三个形容词,貌美如花、娇悍仗义、智勇双全。 除了《神雕侠律》,绝代双胶里喜欢着小鱼儿雕满泼辣的小辣椒,张景也是她塑造过的景点形象之一,别提多讨喜了,她就是李启红。 1994年港姐出道,之后一直活跃于香港娱乐界,在香港影视圈中人缘佳,而且深受观众喜爱的李启红,但是在最红的时刻患上了抑郁症。 之后李启红离开香港电视圈10年,去加拿大结婚生子,在人才辈出的娱乐界,她顺知现在的发展之路不会像以前那样顺利,所以开始转战幕后,现在在影评上很少看到她的身影了。 说完了郭湘,再来说说郭福吧,从神雕下旅中活泼可爱,但又雕满任性的郭福,到《小吕飞刀》中的无林第一美女李仙儿,傅鸣县以专业的表演,打造出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角色,给我们留下了一步步经典。 傅鸣县退出娱乐圈之后,嫁给香港海域集团主席叶剑波,但好景不成,自从前夫出事后,傅鸣县身边绯闻男友车轮转,周丽景,顶子高,继婚东华副主席梁丁宇等,个个都慎用来头。 当然最后与她绯闻传的最上等,冒过于家族资产与八十页,小七十岁的装饰太极业装嘉宾,曾五天四夜两人共处一室,虽说演艺事业不温不火,但是这些美女们都有了好的归宿,毕竟干得好不如家得好,祝女神们越来越美。